9月15日,在新疆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00米赛骆驼项目中,来自阿克苏地区科平县的骆驼最终和骑手奋力夺得二等奖。 上一场比赛中,这分倔强的骆驼因不听骑手指挥,偏离跑道而退赛,所以在这场比赛中,这分骆驼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。 买买提米尔兹是这分倔强骆驼的主人,据他介绍,虽然这分骆驼只有六岁大,但他却是2021年科平县骆驼大赛中的冠军骆驼,这次他一共带来两分骆驼。 一分优秀的竞赛骆驼,除了需要优良的血统外,还要求体型上宽下窄,四肢发达,并且从三岁起就要开始接受训练。 作为阿克苏赛骆驼项目的教练员,埃斯科尔将艾买提向记者介绍。 骆驼看似性情温顺,其实脾气倔强,难以驯服,在赛场上偏离方向,跑出赛道是常识,但这也增添了比赛的趣味性。 我们这个科平县带来的这个骆驼,它这个耐力比较强,然后壁空也比较大,这个壁空达呢就是到时候跑的时候,这个吸引空气有好处。 还有这个旗子呢就是比其他的一般的骆驼稍微大一点,然后这个骆驼是我们科平的弯缝骆驼里面选出来的一个, 非常优秀的一个骆驼。 近年来,新疆各地州不断挖掘和整理,像赛骆驼这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,并使其得到保护与传承, 如射箭、赛马、民族摔跤等,均已成为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, 并列入民族运动会正式赛事。 通过我们这次这些比赛啊,促进了这个飞翼项目的发展, 吸引我们广大年轻的青少年啊,喜欢热爱, 然后最后就投身到这些运动当中, 从而有力地推动我们这些项目的传承和发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